爱情是靠不住的 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在一起 是需要有条件的 如果你的段位打不开 你就会说 哎呀他抛弃了我 他会有报应的 哎呀他抛弃了我 他给我分手了 他是个渣男 如果你站到当时的角度 你就会恨他 你会让他有报应的 他凭什么有报应啊 你只是站到你的角度 觉得他离开你 他就有报应 咋地啊你是上帝啊 人家不跟你谈了 人家就坏良心了 人家又犯错了 咋地啊你是神啊 人家不给你过 人家跟你分手了 人家就有报应了 你是正义的化身啊 咋地啊 你身上贴金啊 情出自愿 事过无悔 分手了 说明缘分不到 凭什么人家就变成人渣了呢 爱你的时候 就是各种好 给你一分手 就是人渣了 这个逻辑说不过去啊 哪来的那么狭隘 分开之后 就要把它踩到坑里边 它就要倒八辈子的血眉 它就要有报应 你哪来那么大的称恨呢 你这是爱吗 你咋那么狭隘 那么偏激呢 今朝若能同龙血 也算此生共白头 白头并非血可涕 相伴一成一足矣 所以我到今天 我告诉你 我都是这么理解分手的 我爱上的男人 说明他有实力 没有实力 我看不上他 看上我的人 说明他有眼光 他没有眼光 他也看不上我 你要学会去释怀 而不是一旦分手 就要撕逼 就要把他给弄死 如果你还是无法释怀 你就去拍365 好好听听 十年修的同传度 百年修的共着眠 同传度都是老天的恩情 共着眠呢 更是莫大的缘分 分开就分开了 为什么 非得那么恨呢 非得把人家给弄死呢 你想要在情感上 上更高的段位 把365拍回去 好好过听听 分开生命的底牌 看看生命的真相